4.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6.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10.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14.行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15.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值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 下去 反咬他一口吗 17.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 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18.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同样的瓶子 你为石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石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20.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